兩天天氣太冷在太平山 已經降下了出雪 同時吸引不少人上山強雪 大批民眾一早現身太平山 紛紛來搶搭蹦蹦車 面對強烈大陸冷氣團來襲 全台冷搜搜 還把兩千公尺以上的宜蘭縣 太平山有機會下雪 吸引不少遊客上身追雪 民眾就算各個包緊緊 卻依舊難言想看雪的興奮情緒 十八號清晨溫度一度即將 可惜最低溫直到攝氏一度 但氣象屬預告 另一波冷氣團將在二十號晚間 到二十一號報到 有機會跌破零度 搭配濕度夠 高機率會下雪 不少遊客也已經提前卡位 預估的話這兩天的話 有可能客人會報多 如果依我的話 可能就是兩組 兩組的話就大概都接不完了 不只包車司機面臨民眾 強大情況 太平山莊及翠峰山屋 目前住宿率已達到八成 十九號二十號 更是漁越全漫 民眾族團追雪 就算是平日也不惜特地請假 就為了一堵這白色浪漫美景 記者週運 黃家維 王家慶 張成俊 採訪報導